接下来的物质分离 那个以前的国边版有留 但是其他课本都删掉了 但是我还是有讲 就是墨水 墨水 这个红墨水就放到那个蒸馏瓶当中 右边有一个仪器 上面叫做礼壁式冷凝器 冷凝器就是要把我煮的时候 然后挥发出来的蒸汽重新冷却变成液体 这个礼壁式冷凝器 然后最后把这个液体收集起来 我们讲过蒸馏法 那个跑出来东西我是要的 我是要的 所以叫蒸馏法 蒸馏法也是利用废点的不同将物质分离 OK 就是煮一煮然后跑过来 然后呢 最后跑出来那个晚一夜 最后跑出来两个夜 它是水 你怎么知道是水 你就用绿化雅菇柿子 其实有两个方法知道是水 等一下再说 两个方法知道是水 一个就是绿化雅菇柿子 有水的时候是粉红色 无水的时候是蓝色 所以让它蓝色变成粉红色 就知道它是水 所以我们最右边收起来的液体就是水 我们用绿化雅菇柿子去试验它 然后呢 那我们煮完以后里面会瓶子里会留下我们的色素 就把那个色素刮起来 放到绿子的中间用滴管吸水 然后滴它 然后哒哒哒的滴下去 它就会水融了色素之后向外跑 然后形成一圈一圈的图案 这个叫做滴脂色尘分析法 就是利用附着力的不同将物质分离 附着力大的跑不动 留在内圈 附着力小的跑得快 跑到外面 所以变成一圈一圈 所以它是利用附着力的不同将物质分离 这个方法叫做滴脂色尘分析法 OK 然后这里以前有在教里壁式冷凝器的时候的重点 就是里壁式冷凝器会灌一个冷水进去 然后冷却之后温水会跑出来 那么冷水从下方进去 温水从上方出来 因为这个过程跟它正常的对流是一样的 热对流水会往上冒 所以冷水进去受热之后往上冒出来 它就是顺着 它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 你如果倒过来做 冷水从上方要进去 它变热要跑上去 它就自己跟自己打架了 所以这个做法是跟它的正常动作一样 所以考试就考你冷水从哪边进去 温水从哪边出来 在以前有教里壁式冷凝器的时候 这是重点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温度计 我们说我们的温度计那个液囊 就是看觉上有那个液体那个部分 要放在那个分叉的地方干嘛 确定我量到的是 蒸汽的温度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知道 那个玩意儿是水的方法 如果你量到那个蒸汽的温度是100度 就表示它在100度的时候沸腾 那么它就是水 所以是第二个可以知道 它是水的方法 除了刚才的绿化雅菇柿子之外 这里也可以知道它是水 这叫做我们的墨水的蒸六 好 第一个这个仪器叫啥名字 这个仪器刚刚跟你讲 它有个名字 27 这仪器叫什么名字 冷冰室冷冰室冷冰室 很好 然后呢 从冷水从哪边进去 这个A跟B嘛 冷水从哪边进去 温水从哪边出来 小女生Ber Ber号没有 没有来 对不对 No.5 霹雳5号 霹雳5号 冷水从哪边进去 不会 不知道 你请坐下 冷水从下方进去 为什么冷水从下方 我刚刚讲过了 那是因为跟它某一个状况是一样的 二六 二十六 为什么冷水从下方进去 B进去 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它会跟什么什么现象是一样的 不会 请坐 一直在不断的伤我的心 伤害我 因为 热对了又是冷的在下面 热的在上面 这样子跟它的走的方向一致 就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 那我们讲过这个温度计的那个管要插在哪里 放在哪里 来大叔 可爱 这图就已经告诉你放在哪里了嘛 十四号有吗 没有 9号 就是那个温度计的液囊放在什么地方 分支处 很好请坐下 来 这个玩意儿是水 你怎么知道它是水 你怎么知道它是水 我刚刚讲过两个方法知道它是水 两个方法知道它是水 我们课本要你做的是第一个方法 课本要你做的是第一个方法 你怎么知道它是水 二十八 没有二十八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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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水 绿化雅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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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跟谁讲 绿化雅菇 有水啥颜色 没水啥颜色 有水 你跟我说 蛤 没水 你说 用绿化雅菇式 一个课本上要的是绿化雅菇式 还跟讲过那个温度计量到的温度是一百度也知道是水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墨水 墨水的分离的实验的步骤 出一事项等等 OK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